近日,年仅39岁的共和党参议员万斯正式接受特朗普的提名,成为美国副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曾说,他选副手首先考虑此人是否有能力在他结束第二任期后接班。 如果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万斯将成为美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最年轻的副总统。 万斯政治之力尚且,美联社称他在全国政治舞台基本上没有经过考验。 的确如此,他的简历我们可以用短短几句话来概括。 家境贫穷,高中毕业参军曾加入海军陆战队并在伊拉克服役。 这里特别要指出,万斯去了伊拉克但是没有上前线。 在伊拉克,他负责当地社区工作的联络并当上媒体联络人。 退役后,万斯在俄亥和州州立大学学习政治学和哲学, 随后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攻读,获得博士学位。 毕业后,万斯与共和党重要金主亿万富翁匹德·蒂尔共事, 成为一名风险投资家。 蒂尔的投资组合包括广为人知的Facebook和OpenAI的项目。 一线评论家认为,蒂尔是万斯背后的重要支持者之一。 在万斯竞选美国参议院议员时,蒂尔提供了1000万美元的初始资金支持。 随着竞选态势升温,他又追加投入了500万美元。 第二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坚信美国应该走独自美丽的道路。 万斯不仅是一颗洋洋升起的政治新星, 还是一位备受瞩目的畅销书作家。 他的自传《乡下人的碑歌》在2016年引起轰动, 恰逢特朗普开启总统竞选之际。 这本书探讨了美国工人阶级的困境和工业曾经辉煌的秀代州衰落现象, 引发了广大美国工人阶级读者的强烈过敏。 万斯以自身经历为基础, 生动展现了这间地区居民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挑战, 帮助读者理解为何许多传统的蓝领工人阶级选民开始转向支持共和党, 尤其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 《乡下人的碑歌》不仅是一部个人回忆录, 更成为了了解美国社会变迁和政局转变的重要窗口。 这本书为万斯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掩扬它结识了特朗普家族。 特朗普的儿子小唐纳德对这本书青睐有加, 并在其步入政治生涯之时与万斯相识, 两人一拍即合,很快成为了朋友。 作为一个既了解工人阶级生活又具有精英教育背景的人物, 万斯的独特经历和观点在美国政治舞台上日渐呈现出特殊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万斯出生于肯塔基州的捷克逊县, 后来去了外婆生活的俄爱河州米德尔敦, 这是已经衰落的钢铁城市, 所以被称为秀代。 万斯的童年和少年在阿巴拉切亚山脉西侧的两座城市之间穿梭。 在万斯眼里, 这些山区人民有一颗全权爱国心, 对时者很尊重, 但这里的乡下人不相信任何媒体, 对于一切充满怀疑。 小镇上的年轻人背景离乡, 山区空空, 但逢年过节, 回家的路挤满了人。 当万斯出生时, 他的母亲才23岁, 他是年轻母亲与第二任丈夫生下的第二个孩子。 那时, 美国的铁锈地带已经开始衰败, 万斯的父亲很早就离家出走。 万斯频繁地跟随母亲搬家, 他的母亲多次改嫁, 在新老公、虐待和戒毒所之间周而复始。 万斯的童年艰难而动荡, 充斥着家庭问题、 罪学风波和暴力阴影。 他的宽客记录触目惊心, 已居校方不得不以起诉其离异父母为要挟。 在这片混沌中, 外祖父母的家成为他唯一的避风港。 这对老人养育了包括万斯母亲在内的三个孩子, 是20世纪50年代工业大迁徙的亲历者。 他们挥别塔肯基州的杰克逊, 在俄爱河州的米德尔敦扎根立足。 外祖父医生都在钢铁厂工作。 他去世几年后, 正值高阿德万斯搬去与外祖母同住。 这位老太太是一个有趣的矛盾体。 她说话粗鲁, 车座下总藏着一把枪, 但对孩子们却满怀慈爱。 在她的影响和鼓励下, 万斯的学习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 成绩也逐渐好转。 万斯在一家杂货店找到了一份收银员的兼职工作。 在这个岗位上, 他注意到一些领取社会救济金的顾客, 使用着在当时他认为是奢侈品的手机。 他怨恨这些游手好闲, 不劳耳祸, 生活却比辛勤工作的自己过得好的人。 年轻的万斯对社会问题逐渐产生了思考, 比如福利制度的有效性、 个人责任以及社会支持之间的平衡。 万斯曾考虑上大学, 但高昂的学费让他忘了却步, 于是他应征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 每月税后收入约为1000美元。 在伊拉克服役期间, 他通过玩线上补课赢得钱, 为外祖母支付每月300美元的医疗保险费用。 海军陆战队的经历让他逐渐学会了 如何存钱、平衡收支和投资。 万斯在书中写道, 海军陆战队教会了我, 如何像一个成年人一样生活。 2007年, 从海军陆战队退役后, 万斯进入俄爱河州州立大学。 他在学业上表现优异, 仅用不到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学业, 随后他于2010年成功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深造。 在耶鲁就读期间, 万斯获得了在精英律师事务所实习的机会, 丰厚的薪酬为他解决了燃眉之急。 他的退伍军人身份也为他争取到了可观的教育补助。 令万斯死料未及的是, 耶鲁这所顶尖学府因其慷慨的助学金政策、 实际学费反而低于许多普通院校。 然而随之而来的困惑更深于惊喜, 在这象牙塔中和他有着相似出身的同窗屈指可数, 这不禁让他深思, 为何在这片被誉为机会之地的土地上向上流动的道路如此狭窄。 基于自身经历, 万斯对阿巴拉切亚山区的工人阶级的心态提出了深刻的思考。 他认为, 这个群体中普遍存在悲观、消极和缺乏进取心的问题, 竞向于将个人失败归咎于政府和社会。 万斯特别关注他所称的香巴佬文化, 认为这种文化比经济贫困更加导致人们走向堕落。 为了支持这一观点, 他列举了多个亲身经历的例子, 他曾遇到一名男子因不愿早起而辞去工作, 随后却在社交媒体上抱怨, 时任总统欧巴马的经济政策导致自己生活困难。 他回忆起一位同事, 尽管其怀孕女友无法工作, 他仍经常管工, 莫视自己的经济责任。 万斯认为, 这些现象可以解释为许多阿巴拉切亚山人 从坚定的民主党支持者, 转变为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 他主张人们停止抱怨, 认识到贫困和落后, 主要源自于自身。 他评论某些政府政策可能适得其反, 反而助长了依赖心理和懒惰行为。 万斯指出, 该地区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是缺乏道德和行为上的完美榜样, 这可能阻碍了社会的整体进步。 乡下人的杯歌引发了广泛讨论, 保守派评论家普遍给予高度评价。 美国保守派杂志的专栏作家雷德尔称, 万斯的精力赋予他足够的发源权, 认为他的成就来自自身的奋斗, 因此他的观点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然而, 这文书也受到了不少批评。 自由派线上杂志杀龙的评论家, 赛克斯顿指出, 万斯对贫困人口的描述带有贬低性质, 可能助长偏见并误导读者对贫困真正原因的理解。 他批评万斯在讨论白人工人阶级 对欧巴马的反对时忽视了种族主义的影响。 金共和的评论家琼斯将这本书比作 《白人工人阶级版的福利女王神话》。 福利女王神话是指依赖社会福利的负面刻板印象, 通常将他们描绘成懒惰、欺骗系统和滥用资源的群体。 琼斯认为,万斯的书也将白人工人阶级的困境简化为 他们自身的缺陷,而忽视了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性问题。 纽约时报的评论则赞扬万斯敢于触及美国社会的禁忌话题, 认为作者展现了直言不讳的勇气, 并指出万斯对人们的困境描述并非单纯归咎于懒惰, 而是表现出对他们出身和处境的同情。 相反,《雅各宾》杂志的评论家赫顿批评万斯为引用学术界 关于阿巴拉切亚贫困地区问题的研究, 认为这本书不过是知名得意之作。 英国《卫报》的司马尔许也认为, 万斯过于简化了复杂的社会问题。 2017年,布鲁金斯学会发布了一份报告, 肯定了万斯对其成长经历生动而真实的描述, 并赞同他关于家庭稳定对阶级跃迁至关重要的观点。 这份学术背书进一步增强了万斯分析的可信度和影响力。 随着万斯跃升为特朗普的副总统提名人选, 乡下人的杯歌如凤凰涅槃再度攀上畅销术榜首。 这一现象不仅彰显了万斯的个人魅力, 更折射出美国社会对深入理解铁锈带文化和政治倾向的渴求。 作为俄亥和州走出的铁锈带代言人, 他为聚焦总统候选人年龄问题的大选注入了一股清新活力。 此外,随着万斯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公众的目光也自然而然地转向他的另一半。 万斯与妻子乌萨的姻缘始于耶鲁大学的校园, 2017年乌萨在接受NBC新闻采访时坦言, 万斯的积极态度和与众不同的魅力是吸引他的关键。 这份情缘在2014年修成正果, 两人不仅举行了传统婚礼, 还特意邀请印度教祭司为他们献上祝福。 这对B人共同孕育了三个幼子, 2017年降生了长子伊万, 2019年迎来的赤子维维克, 以及2021年12月为家庭锦上添花的小女儿米拉贝尔。 乌萨是一名印度裔美国律师, 在耶鲁求学期间, 他曾执掌耶鲁法律与技术期刊 和耶鲁法律杂志的编辑重任, 展现出卓越不凡的学术才能。 他先后为两位重量级法官工作, 分别担任卡瓦诺和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书记员, 各为期一年, 值得一提的是卡瓦诺后来即升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此外, 他还在西西纳提交响乐团董事会认词。 近日, 乌萨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在一份充满敬意的声明中宣布他的离职, 称赞他是一位出色的律师和同事, 并祝愿他未来事业顺遂。 在2022年的竞选广告中, 乌萨深情地表示, 万斯是个了不起的父亲, 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乌萨曾向福克斯新闻透露, 他在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家庭中长大, 新生体验到宗教在生活中的深远影响, 他鼓励万斯重新探索自己的信仰。 这份精神引导颇见成效, 万斯于2019年受洗加入了天主教会。 有趣的是, 尽管万斯是名声显赫的共和党人, 乌萨的政治立场却经历了转变。 据新闻周刊查阅, 乌萨在2014年还是一名登记的民主党人, 但到了2018年, 他以改换阵营登记为共和党人。 面对丈夫可能成为副总统的前景, 乌萨在最近的采访中表现得重庸淡定。 他表示, 不急于改变他们现有的生活方式, 他与丈夫会静观生活的变迁。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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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